现在台都可以判死刑了,我们都瑟瑟发抖 我在加拿大,但是我觉得只要曾经是中国人或者你有朋友和家人在那边 一定是会有风险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清醒的头脑 你还是要出来发声,保湿沉默是不够的 我这位清醒的中国人很多 包括旅游的时候到处都是犯贼台都 在阿根廷去前旅游 定人跟我说,我不是台湾的,我是中国的 对,就是搞台独嘛 然后人家在阿根廷二十多年了 人家心里面是清醒的 但是他可能不善网了,或者就是不想惹上麻烦 所以说他不发帖,但是他是清醒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他不说罢了,他可能还是有利益方面的考虑 可能还要赚钱,可能还有家人在国内 也有一些很圆滑的,一些中国的红二代 我周围就有,过二代红二代 他们嘴上说爱国,但是你要看他们做什么 他们可能就是要捞钱什么,他们必须得爱国 但是他们肯定都是有美国旅卡的,不可能有例外的 钱什么,肯定是存瑞士了 然后,有一些二代移民吧 四代移民可能还是粉红,但是绝对不是真心的 就算他是真心的,你看他回不回国,他不会回的 都是这样的,他们不傻 台湾人过得比我们好 台湾福利好,护照好用 台湾有人权,有民主自由 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只不过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罢了 你试试看,如果台湾开放移民,当然不可能对大陆开放的 他只要敢开放 肯定一下子大陆一个手就没人了,都跑台湾去了 越南也是有爱国主义的 你说越南不好,就是不对的 你要是骂领导,就会被限制出国,甚至坐牢 但就是你为什么要比烂呢 这是阿Q精神嘛,我们好不到哪去 但是你们也不好 在我看来外国的坏人坏事一点也比例不小 就比如说英国小偷很多 当街被抢手机的状况频发 警察也不作为 在美国更不用说了 枪奸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枪奸是国内的那种爱国的粉红喜欢强调的 但是我倒没遇过 但是美国的流浪汉确实是挺多的 对吧 然后很多生在美国的白人 抱怨医疗,抱怨司法不公 就是说你只要没钱请律师 你就官司必说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会因为说这个就坐牢 也不会有人跑来告诉你说 不准说我们美国不好 对吧 就算有什么仇恨哪个国家的思想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仇日 这种可能任何国家都比不了 就可能在英国的话 苏格兰人不喜欢英格兰人 那独立 但是也不会有人因为这个打起来的 对不对 英国有威尔士的苏格兰 英格兰 北爱尔兰 他们会说自己是北爱尔兰人 也不会纠结什么 我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 然后威尔士人会说 我们有自己的语言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英国人 是有这样讲的 但是就是他们无所谓的呀 就不会有人就是 因为这个闹出来什么形式案件 对 因为为什么他说自己是北爱尔兰人呢 会强调一下 因为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文化和习惯 以及习俗吧 这样讲 你就算中国国内 你河南跟武汉也是 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用词习惯呢 方言呢之类的 对吗 湖北武汉 然后 怎么讲呢 就是 就是反正 就是他就算有那种就是情怀 他看来乖人不爽 难美什么之力 什么咔咔听人 合不来呀 什么的 但是不会有人 就上升到就是 形式案件 就算如果他报警哈 比如说他看不惯你什么的 就去报警了 就之前听人说 意大利有一种 就是他特别级别的童癖 如果一个成年人 穿那种特别少女的衣服 会被一代的人看不顺眼 但是我请问 有人会因为你穿少女的衣服 就当街打你吗 把你打进医院 或者是怎么样 他如果报警的话 起码这是一个就是 算是一个合法的举动 他报警来处理 他不会说就是 对你当街的攻击 或者是当街的辱骂这样 报警 其实警察就算来了 他也只不过是 就是 根据情况查看情况 警察没有资格 对你做什么事情 对吗 如果你 不像在中国那样 穿和服就直接被靠走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 对吗 中国的年轻一代 肯定是对欧美 比较向往和崇拜的 他可能一开始出国 他没有进行的认知 他可能听不惯别人说中国不好 但是只要是在国外生活很多年 我没有见 就是还是爱国的 就像你要看他做什么 你要不要看他说什么 海外那些移民 他就算爱国 他也不可能会回去的 对吗 这就是事实 然后 很多人 他就是酸啊 说什么香蕉人 从阳没外 其实他首先 这个前天他就已经贬低自己了 而且 他说不想嫁老外 不想留国外 那肯定是骗人的 一个中国人 说这样的话 除非他没出去过 他被洗脑洗得太厉害了 他一个外国人都不认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中国人是想跟外国人做朋友的 是想融入的 想留在国外生活 这样 因为确实出国是件很高级的事情 就连我最粉红粉红的同学 都跟我说什么 我出国为什么跟一个中国老师学习呢 他这样说有点歧视了 但是谁都 潜意识里面都觉得 就是 出国跟外国老师学习很高级 就是说如果 如果他嘴上说什么 就是愁妖眉外什么 他一定是酸 一定是羡慕 我自己得不到 就不想让别人得到 你相信我 中国人很想要旅客 很想去美国 美国是最让人向往的 对他们来讲 对如果他说 愁眉愁日 肯定要么就是杀 要么就是坏 对 有些人他没出去过 他只是看新闻那样 一般只要出了国 就会觉得发现不对劲了 发现自己被骗了 然后心里会不平衡 他有的时候 他可能骂国外 他也是属于心里不平衡 见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那么多 但是他肯定是 认知里面是国外是好的 当然国外不完美 国外是好的 这样 说实话有风险 但是 还是要说 不容易 快点 感谢观看